这个视频呢是平均数这个主题的演讲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视频里有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题目 我会把十年级的所有立体讲解一下 但是十一年级因为它没有出现part C的题目 所以十一年级题目呢只会留在屏幕的结尾给大家做训练使用 题目上的题目是2006年十年级part B的一道题目 题目是说在2004年Gary他下载了200首歌曲 在2005年Gary他下载了360首歌曲 每首歌比去年便宜了32分钱 最后他发现他在04年和05年下载歌曲花费的钱数是相同的 请问05年花了多少钱下载这360首歌 那么05年的钱和04年的钱是相同的 算出来哪一年都可以 那么这一题呢我们只需要列一个一元一次方程解出来就可以 首先我们假设 首先我们设定 X是2004年每首歌的价格 按照题目给的条件 那么05年应该是X减去32分 然后04年的花费总和应该是200乘以X 05年的花费总和应该是360乘以X减去32 根据提议他们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一元一次方程主 200X等于360乘以X减32 经过化解求解可以得到X是72 也就是说在04年 在04年每首歌曲花费72分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05年就是72减32分是40分 但是题目上我们求的是每年的总花销 我们只需要算出04年的总花销 也就是05年的总花销 等于72分乘200 当然它也会等于42分乘以360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 好下面这题是十年级part C的题目了 我们后面呢只对part C的题目做讲解了 会出现一道C5的题目 屏幕上是一道C1的题目 题目说 在一场篮球比赛里 Jacky呢她得了36分 这个分数呢 使得她的平均分从20提高到21 如果在下一场 想让她的平均分再提高一分到22 那么这一场 Jacky应该 这一场比赛 Jacky应该得多少分 我们依然是来 我们依然是用一元一次方程来解这道题 首先 首先 首先Jacky呢 一场36分 使得平均分从20分提到21分 那么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在36分之前一共打了X场比赛 打了X场比赛 那么在 这X场比赛 它一共得了多少分呢 应该是20X 加上这36分 也就是 X加一场比赛一共的得分 应该是20X加上36 之后呢 总分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 一共打了21场比赛了 一共打了X加一场比赛了 对不对 X加一场比赛的平均分是21分 对不对 那么总分是21乘以X加1 对不对 它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式 一个一元一次方程等式 20X加36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总分 等于21X加1 我们可以算出来 根据化解 我们可以算出来X等于15 也就是 Jacky在打到这36分之前 打了15场了 Jacky打了36分之前是15场 那么打了这36呢 就是16场了 16场它的平均分是21分 然后它想在17场平均分得到22分 那我们只要算出来 差值就好 那么16场的总分是21乘16 而17场它希望平均分达到22 那么17场总分应该是22乘17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 第17场它必须得达到374分 减去336分 才能够使得平均分从21分 再次提高到22分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 好 屏幕上也是一道part C的第一题 题目是说 有三个连续的基数 它的平均数是7 三个连续的基数 平均数是7 然后给它第四个正整数 一定要跟前三个不同 那么在这个list里面 也就是这个四个数的list里面 它的平均数需要是一个整数 请问最小的三个可能的数是多少 最小的三个数的可能是多少 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个正整数 是连续的基数 平均数是7 给它再加一个数 使得这四个数的平均数是个正整数 我们一定能找到无数个答案 但是要找到最小的那三个求和 就是这道题的答案 好 我们首先看题目给的 三个连续的基数 平均数是7 如果是三个连续的正整数 平均数是7 那就是678 对不对 只有678是三个连续的正整数 平均数是7 但是它说了是基数 那么就是579 也就是前三个数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579 另外再加上一个m 使得它的平均数是个整数 那我们首先来求出 我们假设第四个数是x 其实就是m 那么总和就是5加7加9加x 等于21加x 它大于21 它大于21 然后呢 它的平均数要是个整数 那么我们只要找出 比21大的4的倍数就可以 那我们最小的 最小的就是24 28 32 36 40 往上去找 我们首先找sum是24的 跟sum是24的时候呢 x等于3 x等于3 3呢不在这个list里面 所以它是我们要的答案 倒数第二个 当总和是28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 第四个数是7 7呢 它不满足题目说的 第四个数要和前三个数不同 所以7 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我们用这种方式 可以找到 x等于 第四个数等于 11和15的时候呢 都是满足条件的 那么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3加11加15等于29 因为它只要找最小的那三个 我们找到36 找到总和是36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了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D 好 下面这一题呢是 关于平均数这个主题 在十年级 包括11年级 到目前为止出现的 最难的一道题目了 题目是说 平均数 先不说平均数啊 先说题目说 我们有这么一个式子 是A-B的平方 加B-C的平方 加C-D的平方 加D-E的平方 加E-F的平方 加F-G的平方 我们有这么一个式子 如果ABCDE 是由1 2 3 11 12 13 14 任意组合的 每一种组合的 组合的 带入这个式子 得到的数字的 平均数 它应该是多少 题目有点让 就是说 ABCDEFG 是7个不同的正整数 任意组合 每一种组合 都对上面的 那个式子做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 若干个式子 把这些值加起来 求平均数 是多少 好 首先我们看 ABCDEFG 这7个符号 它只是7个符号 它可以为任何符号 这7个符号 在这7个数字 任意组合 就是说 拿着7个数字 做任意的排列组合 应该有多少种组合方式呢 7阶层 7阶层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也就是说 这7个数字 任意的摆出来 有7阶层种摆法 就是7乘6 乘5乘4 乘2乘3 乘1 从7乘到1 有这么多种摆法 对每一种摆法 我们带入这个式子 其实是求 两两相邻的 差的平方 求和 对不对 我们想明白这一点 就是说 在这7阶层 7阶层的排列组合里面 我们要求出 每一种排列的 相邻的两个数 的差的平方 加起来 也就是说 只要是两个数 只要是两个能够 相邻 放在一起 随便取两个 比如说 3和11 只要3和11 在做这个 7个数字的 排列组合的时候 它俩刚巧 排在前后位了 排在前后位了 3和11 或11和3 那么 它就会 它们两个差 就会出现在 这7阶层的 式子里的 某一项 这点我们能 想得通吗 好 那么我们就来 计算 这7个数字里面 任意两个数字 它一共能出现 多少次 在这7阶层里 出现多少次 那我们把两个数字 当成 比如说3和11 当然也可以是2和10 无所谓 随便这7个数字里面 选出两个数字 我们把它绑定在一起 当成一个数字来排列 那么有可能 有多少种排法 会是6阶层 但是呢 但是呢 在7阶层的排列组合里面 它会出现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3和11 绑定在一起 可能是3在前 11在后 也可能是11在前 3在后 所以这6阶层会 这6阶层会 在这7阶层里 这个6阶层会出现两次 也就是说 这7个数字里的 任何两个 在这7阶层的算式里面 它会出现 2乘6阶层次 这个逻辑 要想明白 这道题就能做出来了 要想明白 这个逻辑 就是说 这道题们 它在做什么 它是把这7个数字 任意排列组合 一共有7阶层种排法 对每一种排法 我们都要对 两两之间数字的 差平方 做个求和 那么任意两个数字 出现在这7阶层个 式子里的次数 总次数应该是 2乘6阶层次 也就是说 7个数字里的 任意两两数字 都会出现 2乘6阶层次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个式子 在这7阶层次 7阶层的这个式子里 所有数字的总和 首先呢 我们要算出来 这7个数字 两两组合 它的差 会是多少 好 我们先把 这7选2的 两两组合的 所有的可能性 都列出来 为了避免数错 从1开始数 1和2 1和3 1和11 1和12 1和13 数完了 1和所有的组合 再从2开始数 然后再从3开始数 我们一共会数出 多少个来呢 一共会数出 21个 如果我们学过 排列组合的话 就是 大写的 C72 C72 就是7选2的组合 其实是有公式计算的 也是21 但是我们 因为不多 我们用数的 也可以 数得出来 是21种组合 也就是说 在上面的这个 A-B的平方 B-C的平方 C-D的平方 这个式子里面 因为A-B-C-D 它只是代号 其实它 A-B-B-C 是一回事 因为它只是个代号 所以 每两个数 都有可能会 出现在一起 对不对 随便取一个 3和14 它们俩一定会 有出现在一起 就像我们刚才 说的 3和14 它们出现在一起 就会求它俩 差的平方 那么总次数 是多少次 2乘6 接乘次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所有的 7选2里的每一种 都会出现 2乘6阶层次 那我要求出 7阶层的 这个式子的总和 是不是 求出这21个 组合的 差的平方 相加 乘以2的6阶层 就是这 7阶层的 所有式子的总和 所以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V1 我们用一个代号 来代表这个式子 因为它很长 A-B-C 很长 我们用V1 来代表它的话 那这7阶层 个V1的总和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 2乘6阶层的 两个素质之差 那这两个数字 是哪来的 就是7选2 所有7选2的可能 这7个数字里的 任何的 任何的两个数字 的可能 都会出现 2的6阶层次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题目里 列出来的 7选2的所有可能 7选2的所有可能 每一组 它都会在这7阶层 出现2乘6阶层次 那么我们要求这7阶层个V1 就应该把 2乘6阶层 就应该把 所有的可能的 7选2的 差的平方 加起来 之后做一个 2乘6阶层的操作 那么这个 求和呢 就是 2乘6阶层 乘以 每一组的 差的平方 我们可以依次算出 这21个 差的平方 最后得出来 总和是 2乘以 6阶层 乘以 1372 那总和 我们已经有了 总项数是 7阶层 那么平均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 用总和 除以总项数 可以得到 这题的答案就是 392 所以这题的答案 这道题呢 确实是有一点绕的 我们要多想一想啊 就是 把7个数字 排列组合 7个数字排列组合 我们想到明白 任何两项 靠在一起 它会在这 这么多种排列组合中 出现多少次 想明白这一点 这题就可以做出来了 好了 剩下的呢 10年级的 Part C呢 都讲完了 11年级的 关于平均数 这个主题 它没有在 Part C中出现过 所以我只是 挑出了几道立体 我们可以做 客户训练 这是11年级的 一道B4 然后这是 11年级的 一道B7 这是11年级的 B2 如果你们做了训练呢 可以自己到 滑铁卢的 竞赛的官网上 去找寻答案 看一看自己的答案 对不对 这次 谢谢大家